徐江表示,恒大在2月6号到期,都是前一天,通知了一批球员不认勾队,恒大会写正式启动,这些球员基本不会与恒大球员身份征战营严重拆,他们的选择,有的已经去了天海,有的在谈其他俱乐部,有的选择人必贷义,毕竟去新俱乐部要重新签合同,徐江流入了多名恒大球员的账片, 其中包括徐欣,张文章,杨胜文,郑勇,高正,仁浩,徐江进一步解释,恒大2月5号,通知这些球员新签计不在计划内,2月6日,新签的球员完成登讯曼新手续,徐黎找马,马找到了,余电门叫直喽,这个时间已让球员找对难度对到了,当然,职业择球不需要登步,一切里球的力量伟众, 否则黄马成为最老世界最成功的俱乐部,新签计要逛联赛资格赛已经开战,小狗赛开赛时间也不了晚, 德国转货市场网站跟国区管理人注意表示,恒大一开始在要逛败了一批人, 邦贺又新改名单撤了一批,除了之前弄租的球员以外,还包括张承宁, 邀利生,徐欣,张文昭,郑永,曾正等,被向上的冯香平,则一直没有出现在名单里, 张承宁,邀利生,已经压满天海,黄胜文,荣赫上赛季, 分别的租借制建议,山花,徐欣,张文昭,王少年, 郑永新签计在恒大失去的位置,至于是转会离队,还是租借出去, 目前还没有明确说法,从目前的情况来看, 恒大新签计的郑永变化幅度将非常大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